桃红锦菜园求学 快问个为什么 有时候可真让人头疼呢 红锦 红锦 这么难闻的气味 臭死了 少爷 你在干什么呀 少爷 这是什么这么难闻呢 神农本草经上说 这几样药能提炼出一种丹药 能治我娘的病 少秀才说 再加黄莲 那 豹兄在说 再加莲窍 到底加什么呢 我试试 来 桃红帮我搅和搅和吧 好臭 好臭 怎么都好难闻呢 看来我还得再试试 小祖宗 我看 你不如明天向两位先生 好好地请教请教 行为 能够 看到胖秀才了吗 在山上采药 好 好嘞 咱们快下山吧 先生 十万个为什么它又来了 先生 莲枪为什么喜欢在向阳的地方生长啊 那黄莲为什么喜欢在阴梁的地方生长啊 你怎么这么多 为什么呀 好吧 我跟你说说 世间万物都有其生长的规律 有的喜欢太阳 就像千金花 有的喜欢阴凉的暗如胎血 哦 有小孩的哭声 谁家的孩子怎么放在这儿啊 谁丢了孩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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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姐不要喊了 看来没有人认领了 只好把她抱回去了 可怜啊 这孩子啊 胖乎乎 和你长得挺像啊 先生 给他起个名字吧 叫富贵吧 大富大贵女 先生 叫阿福吧 富贵阿福都不好 我已经想好了 叫明灵子 这个名字取得好 明灵子取自明灵义子的典故啊 先生 你说明灵义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嗯 这个典故出自诗经诗曰 中原有书 庶民才之 明灵有子 国罗父之 你这样说 他怎么能听得懂呢 明灵义子的典故是说 有一种叫国罗的黄蜂 它们只有熊的 没有瓷的 它们飞到树林里 偷偷地把一种名叫 明灵的幼虫 显回窝里 大黄蜂对着小虫启注着 像我 像我 就这样 明灵就变成国罗的儿子了 不可能 你们亲眼见过吗 古人已经为我们证明了 难道还有错吗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啊 不行 我要搞清楚 重 少爷 少爷 你在干什么 小声点 你 没事 你快来 快来看哪 原来是个蜂窝 少爷 你养一窝蜂干嘛呀 这不是蜜蜂 这叫国罗 我听胖秀他说 国罗只有熊的 没有瓷的 他把名叫 明灵的小虫贤回窝里 然后 想我 想我 明灵就变成了国罗的儿子 这个不就是 明灵一子的故事吗 你也知道啊 可是我不信 别不信了 书上写的还能有错 快跟我回去擦药吧 我不走 我要看看一子是怎么来的 少爷 快跑 火蜂可要惊人啦 哎哟 乌少爷 我 哦 他要干什么 我要注意观察 别配 那个绿色的小虫就是明灵 那个肚子大大的就是母国罗 啊 母国罗 不是说国罗没有母的吗 所以我怀疑 怀疑什么 是经说错了 嗯 什么 啊 嗯 嗯 走啊 快看 国罗生死了 原来因子原来是国罗的意义啊 这是他的食物啊 是 中原有书 庶民采之 明灵有子 国罗复之 经过红颈的研究实验 从而证明这是不对的 大家要学习它刻骨钻研的精神 你盯着我的扇子干什么 先生 为什么扇子会扇出风啊 对了 风是从哪来的呢 从天上来嘛 先生 我又想起了个问题 为什么 我 我受不了了 你怎么这么多 为什么啊 先生 你别走 为什么呀 小红锦他终于破除了明灵异子的典故 给人们一个真正的答案 也正是因为他的勤学好问 他终于成了一名伟大的医学家